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69卷 善才童子参访了两位夜神 善才童子见到了前一个婆山婆眼底夜神 他介绍普德静光夜神 这位普德静光夜神能够启发婆山婆眼底夜神 所以他说我本从其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常以妙法开悟于我 因此婆山婆眼底夜神就介绍了 今天我们要参访的这位普德静光夜神 善才童子到了普德静光夜神这个地方 顶礼问了普德静光夜神 我已经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但是如何修菩萨行 如何能够成就菩萨地的功德 那这个普德静光夜神 他就为善才童子开示 我得菩萨解脱 明极尽禅定乐普游步 可以普见三世一切诸佛 可以见到佛陀 也可以见到佛陀的一生 能够明白这一些佛修行的功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有一个善知识来引导我们 这个善知识呢 必须要有一些基本条件 可是我们常常有一些问题 不知道要问谁 那表示呢 我们这个善知识的因缘 还不是非常的具足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你就渐渐的能够遇到了一切的佛 这个普德静光夜神 他正到极尽禅定乐普游步解脱的时候呢 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佛如何来修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范 而且可信赖的典范 他如何来修行 我们就如法的照做 那非常的可靠 而且保证可以不会走错路 绕远路 普德静光夜神在修着解脱的时候呢 他也能够啊 对这一切的大众啊 有一种慈悲心 因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究竟之路了之后 回过头来看到身边的这一些迷茫的大众啊 其实很多人学佛学好多年 他还是呢 因为找不到真正自己相应的法门 而在这个法门当中呢 修到了瓶颈 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犹豫 但是修行 他是需要能够很肯定的去累积自己的功夫 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的时候啊 在选择法门 还没有办法真正有信心 这些法门呢 他对我们的生命不会产生影响力 因此 普德静光夜神 他知道 大众不是不愿意修行 大众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开始 所以他发了一个愿 他说 我以种种方便成就众生 那哪一些众生需要我来成就呢 所谓在家放逸众生 我们在家的众生呢 什么叫做放逸 其实不是我每天都懒惰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叫做放逸 而是呢 我们只要在生死当中 没有产生正念 每天急急盈盈 眼耳鼻舌生意 还在攀缘 还在取舍分别 还在生死流传当中 造生死之夜 而没有产生厌理之心 出离之心 清静之心 想要断除烦恼 轮回之心 都叫做放逸 所以他为了这些在家放逸众生 让众生能够生起 厌理想 疲劳想 逼迫想 喜福想 所以这边呢 就要怎样 要知道 生死这件事情 是很疲劳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看到 很多人来修行 他想到呢 要诵经 好疲劳哦 其实呢 诵经跟轮回比起来 诵经是轻松很多 经典诵了之后 开启了智慧 我们不再生死轮回 从此不再疲于奔命 于六道的痛苦当中 这个是最究竟的解脱 所以忍得一时的辛苦 而成就究竟的解脱 这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想到要来精进 要来用功 光是要打开电脑 离开那个被窝啊 就已经产生很大的 挣扎 很大的辛苦 那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不懂 什么是真正的疲劳 在轮回 在生死当中不自在 永远没完没了的生老病死 爱别离愿正慧 这些痛苦 才是真正让我们疲劳的来源 所以 这个菩萨呢 他知道众生没有智慧 他没有办法分辨 没有办法取舍 因此他为了 这些众生 能够开种种的方便 让众生愿意离开五欲之乐 大部分的人 都为了追求五欲 而丧失他的生命 一生有一生 所以现在呢 当众生能够不着于 五欲之乐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样 求取真实的快乐呢 五欲之乐是短暂的 而且带有副作用 会让我们陷入 无止境的追求与痛苦 只有法乐 才是究竟之乐 才是清净解脱之乐 所以 欲劝众生不着于乐 为助法乐 出离于家 入于非家 怎么样叫做 出离于家 入于非家呢 就是大家呢 离开了自己的 五欲之乐之家 来到了空闲之处 来修行了 这时候 普得静光夜神 就会来为我们开示 所以他说 我为止息诸恶 因生 于静夜时 为说身法 欲顺行缘 开出家门 是正道路 为作光明 除其暗障 灭其部位 所以这个 普得静光夜神 他是会 在我们精进修行的时候 会献身 来为我们开示 希望我们能够 舍离五欲之乐 而成就 清净的法乐 所以这是 普得静光 主夜神的 法门 他说 我得到的是 菩萨 即净禅定乐 普游步 解脱门 如果有菩萨 修得这个解脱门 他就可以 具足 普贤 所有的行愿 那我再介绍 你下一位 就离我们这里不远 在菩提场的右边 有一个夜神 称为 喜目观察众生夜神 善才童子 就来见到 喜目观察主夜神 喜目观察夜神 即位于第三发光地 这个喜目观察夜神 他开始在 告诉善才童子之前 他演示了一场电影 所以善才童子 就见到夜神 于如来众会道场当中 坐在莲花杖 狮子之座 他在这个时候 发现这个夜神 身上放出 无量无量的生云 所以于其身上 一一毛孔 随其所应 现出无量种种变化 生云 那有哪一些云呢 第一个 他这个生云呢 说菩萨 谈菠罗蜜之法 大众呢 听了这个 谈菠罗蜜的法了之后 就会修行 布施菠罗蜜 接着呢 又看到了 有持戒菠罗蜜的法 有忍入菠罗蜜的法 等等 无量生云之法 夜神 他是用 这个身上的云 来展现出 一幕一幕一幕的功德 最后呢 还在毛孔当中 现出无量众生之云 不管你要看的是哪一层天 你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你可以说 我现在呢 想要看到 佛怎么修行 按到那个频道 他就会现出 那一种境界出来 接下来 他还会在身上呢 献出一切的声音 有风轮水轮 等等的声音 这些声音呢 就来告诉大众 醒目观察 众生夜神 他怎么开始修行 怎么开始 集 这一切的功德 让我们对于 这一个说法组 产生 很大的信心 如是一切 所有功德 相续次第 阶西演说 分别显示 成熟众生 他不需要呢 自己亲自来说话 他就能够呢 让一切的大众 用看的 用听的 就能够了解 原来修行 就是这么一回事 二十三财童子 见到了 如上的稀有之事 他成佛威力 结果在看到了 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他自己就已经入了 同样的三昧 得菩萨 不思议 大势力 菩洗床 自在力 解脱 所以我们在 修行的过程呢 有时候啊 我们看到 别人的功德 别人修行 修得非常殊胜 乃至于 佛陀放光 菩萨 飞来飞去 或者是天龙八部 听法 很欢喜 都出来呢 发愿 我要护法 如果我们今天呢 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你就错过了一个自己 也可以轻振 真如自信的机会 轻振解脱门的机会 好 为什么 因为当我用一个 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 你就好像跟你无关 这是一场电影 同样的 现在我们在送华严经 我们要把自己当成 就是善才童子 而不是 哦 我知道善才童子 遇到了谁 遇到了谁 把他当成故事来看 那你当成故事来看呢 他就只是一本 精彩的故事书 那我们读了很多的故事 都拿去呢 讲故事给别人听 但是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你得到的是一个 如雷的掌声 大家说你真的是好会说故事啊 可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没有把自己 当成是善才童子 同样的 善才童子 在遇到了这个 所有的善知识的时候 他在听到善知识 看到善知识的 掩饰的同时 他也在修善知识 所掩饰的这个法门 因此他看到了 这一切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证得 菩萨不思议大势力 涂洗床自在力解脱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在送华言经 我们不要用一个他人的角度 来观看这一切 我们就是善才童子 我现在见到了 洗目观察夜神 我看到的这一切 我就如清零现场一样 乃至于我们就随着善才童子的这个用功 我们也开始进入了这个境界 那这个叫做随文入观 我们在用功的时候 不要把华言经当成是一本书来研究 我们要把华言经当成我现在修行的手册 佛陀菩萨乃至于善才 他在跟我们介绍这个法门的时候 我现在就在修这个法门 那这样子你会得到这个佛法的最殊胜的利益 而不是仅止于把它当成知识来学习 所以刚刚说 如果我们把它当故事书 它就只有故事的作用 如果你把它当成诵经了之后 换取功德 那你最后呢就得到了诵经的功德 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 就是这些善知识 直接来现场教导我们这个解脱 乃至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法门 那你就是完全在华言法界当中 而不是他只是一本三千年前 佛陀所说的智慧之言 所以学佛我们要了解佛陀的真实之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个意呢怎样才叫做真实 是如理思维的真实 还是提解大道的真实 如果我们只是用思维的 你只会如是如是 赞叹佛陀 好了不起 很会说法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 我就是提解大道 我就生力其境 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跟善才童子是同一个进度 得菩萨不思义 大势力 菩喜床自在力解脱 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清楚 自己到底想要在这一堂功课里面 得到什么 所以这都是自己的发心 自己的选择 所以三才童子呢 见到的这个境界了之后啊 他就赞叹 赞叹天神了之后 他就问啊 夜神 请问您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什么时候发心的啊 得到这个解脱门 又有多久了 这时候 醒目观察 众生主夜神 他用寄送来回答 开始细数他的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 从出地以上的这些夜神呢 他在说他自己的法门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的把 来龙去脉都交代的一五一十 因为他想要让上才童子 真正的知道 我们在每一个修行的过程 跟阶段都是无比的重要 他都具有关键的意义 因为我们常常呢 会觉得我要找到最后一个 最究竟 最相应的法门 我才要开始认真的修 或者是我要找到 我最相应的善知识 这才是我的真正皈依之处 所以呢 在还没有找到自己要的之前 所有遇到的善知识 所有遇到的法门 都会一一的错过 但是醒目观察众生夜神 他在细数他的过去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真正的回顾自己 自己在修行的态度 有没有像他这样子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子的法门 哪一尊佛来开示 你都没有错过这一次的因缘 所以他讲呢 我念过去事过于差成结 差号摩尼光 结明极静音 其中有一个王都 称为香床宝王都 这是国家当中呢 是最书庙的 大家都喜欢这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转轮圣王 他有三十二项 这个转轮圣王呢 他有神通 他有一千个孩子 他的大臣有一亿人 他用佛法来教化他的国家 当时我是这个王的女儿 我实为宝女 具足梵音声 伸出金色光 造极千游巡 好 有一天 我在睡觉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睡觉 有一尊佛 叫做德海佛 出心于世 他成佛了 德海佛 成佛的时候 展现了种种的神通 那在睡觉的这个宝女 他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他梦到了这尊佛 而且在梦中 他就听到了佛为他开示 那个时候呢 他在梦中呢 梦到佛 但是他还没有特别的警觉 他只是觉得做了一场好梦 这时候有一万个主夜神呢 他就赶快跑来跟这个宝女讲啊 贤惠如阴起 佛已献入国 解海难直欲 见者得清净 你真的不是在做梦 你现在所梦到的这个佛 他真的就是在成佛 而且他就在你的国家成佛 这是在千载难佛 不要再睡了 不要再做梦了 赶快醒过来 所以这些夜神呢 就把他叫起来了 叫起来之后呢 他一醒过来 他就看啊 就有一道一道的清净的光明 他一观察 就真的看到佛陀 在菩提树下 非常的庄严 他见到了佛 他发愿 愿我得如佛 广大神通力 他发了一个菩提心 我要成佛 我想要像佛一样 有这么殊胜的功德跟神通 所以醒过来了之后呢 赶快呢 就去叫他的父亲 以及所有的眷属 他说赶快醒赶快醒 我们赶快去见佛 我时与大王 其众千万亿 众生亦无量 巨形亦佛所 所以他就见了这个佛陀 那佛陀呢 就为他说法 说功德普云经 那这个佛陀的法呢 就让他发了菩提心之后 找到一条究竟之路 那他回想了这一切呢 当时是夜神 把我叫起来的 让我能够得到 这么大的利益 得到千载难逢的 成道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我从此啊 我就发愿 我要像夜神这样 成为大众的善知识 所以他发愿 我愿做事生 觉诸放逸者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一个人他会选择 某一种身份 跟他过去的业力有关系 那这一位 醒目观察众生夜神 他就是因为当时 启发他的那个人 就是夜神 所以他会觉得 这个角色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善知识呢 是有传承的 谁 哪一个善知识 启发我 我们将来呢 就有可能呢 就会发愿 成为这样子的善知识 那也有可能 我们会遇到这种因缘 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愿力 所以引发我们现在 在善知识的修学过程当中 特别有一些人会感动我们 会相应 所以我从此出发 最上菩提愿 往来诸有中 其心无妄失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发愿当夜神 你可以发愿当佛 你可以发愿当菩提树神 我们后面会看到菩提树神 我们也会看到天龙八部 你也可以当 作为供养的这一个王 所以从此之后呢 他有了这个愿 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都不要忘记 你发了这个愿 所以往来诸有中 其心无妄失 从此后供养 十亿纳由佛 横受人天乐 饶益诸群生 所以他开始呢 细数他过去遇到的佛 第一尊佛叫做功德海 第二尊叫做功德灯 乃至于如是等诸佛 我皆供养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正德慧眼的功德 那还没有正德慧眼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后面还有佛 所以呢 从此次第有一切保光差 最后呢 遇到了这个佛 我西城供养 所以第二个阶段呢 我已经有了慧眼了 但是在一切法当中 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测见 所以无而即为有 还有法直 因此继续在发心 他在这一段里面呢 就细数 哪尊佛 哪尊佛 跟哪尊佛 他遇到了之后 都如何来学习 所以如是等如来 我西城供养 为能明谣法 而入诸佛海 不断不断的 每一尊佛出现 他都没有错过 就去请法 最后最后呢 就遇到了这一尊 功德传佛 当时 他是 月面天王 他在这个时候呢 来供养了 供养佛陀 这时候 佛陀为他开示 无一妙法门 他听了这个开示之后 他非常专心的 精进用功 在这一瞬间呢 他证到了三昧 所以 我于念念中 西见诸佛海 我得大悲仗 普明方便眼 这个三昧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上求佛道 我能够跟佛 是一样的境界 第二个叫做 下化众生 能够观察到 一些众生的 这个痛苦 跟愚痴 所以他见到了 众生的烦恼 在恶趣当中 始终 无量苦逼迫 所以呢 为了这些众生 我发了无上之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佛陀的智慧 第一个 他能够呢 知道了达一切 诸法的实相 第二个 依着诸法实相的本体 而产生一个大用 叫做慈悲心的大用 所以一个就是 专念持什么 专念持佛的清净功德 第二个 还能够一体而起 大用 叫做慈悲 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当我们慈悲的心 能够现前 我可以了解众生 还在执着当中 所以度如幻的众生 因为众生呢 他还在颠倒 他把假的当成是真的 因此我们在过程 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他讲 愿得如十方 一切实力尊 愿佛及众生 起于大愿云 随着你自己的过去的愿心 来广度众生 虽然他是如幻 但是你是要圆满 一切的大愿 成着你的大愿 而不执着 所以这个如幻的观察 是为了让我们 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不取众生之相 而且不取什么 不取不执着之相 因为有人想 既然都是假的 那我何必呢 这一切就醒过来就好 是啊 但是呢 我们 也执着一个 醒过来 醒与睡 其实是一如的 那我们 听到了虚幻 就执着一个虚幻 还是一种虚幻的颠倒 所以我们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 体与用呢 它是一体的 而不是 这个 悟到了本体之后 就舍弃了 自己心的作用 或者是在作用当中 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所以这个修行呢 是一条长远的路 大家一定要在法上呢 能够真正的体悟 才不会落入两边 从事修功德 去入方便道 一念修诸佛 一切无碍形 佛子 我在这个当时呢 就真正的 能够 契入了 这个究竟的三昧境界 解脱境界 最后呢 醒目夜神呢 他讲 当时 最早最早的这个 转轮圣王 就是我这个 当宝女的时候的 那个父亲呢 是谁呀 他根本就不是别人 他叫做文殊菩萨 当时呢 那个夜神呢 来把我叫起来的 那一个呢 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我发愿当夜神 其实是我发愿 要当普贤菩萨 我那时候呢 是宝女 这个夜神 就让我在佛的坐下 听法 而发了菩提心 从此以后呢 我在各式各样的姻缘 不管是什么身份 我都能够见到诸佛 乃至于到最后 尿灯功德床佛所呢 正得现在所修的 这个解脱法门 叫做大势力 菩洗床菩萨解脱法 那我得到了这个 大势力 菩洗床解脱法呢 就可以 障见一切诸佛 下化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两位夜神 一个是普得进光夜神 一个是喜目观察夜神 这两位夜神呢 都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之后啊 你会一直不断的遇到了 各式各样的佛 遇到各种得度的因缘 也希望呢 我们发了菩提心 就要精进的去累积 自己成佛的资粮 今天的开示 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下车的资粮 你把这个资粮 找到你的资粮 小货币 这次我发过 我们来自明镜的资粮 开示范